人生实在有太多东西要选择 我们每天平均要做70个琐碎的决定 每个决定平均用我们8至60分钟 就好像每天起床要决定着什么衣服上班 吃什么早餐 吃什么午餐 下班之后去做gym 或叫朋友happy hour 太多太多 太多东西要选择 所以投资理财 我选择富昌金融 他们的一站式投资服务加上专业分析 令我踏出的每一步都更接近我的目标 选择富昌 达你所望 各位富昌长兄弟 高官早晨 欢迎来到凤十月三的炮姐十战期货 记得Tommy Serving 今天的期货终于爆边了 昨天收市资讯炮姐也说 每个磨难只都等待大爆发 我们苦年真是敬意 昨天已经吐回三分之一的升幅出来了 我就是说大家千万不要看到磨难只 就睡了一觉 乱乱买相买落 今天你见到昨天那方面是弹一弹 然后再撒下去 再抽上来 整个基调是平开先低后告 所以昨天有群人在group问我 是否过夜红 就直接被我喪鸟 为什么呢 就是说不要用你的所谓主观思材 揣测市场 变幻莫测 就像今早在星战那条片子那样 今早粉丝应该在地铁 火车你自己拍多一声给我 OK就是说 阿里巴巴 他在美国的ADS申请了10亿的股份 即80亿港元又传进去 基本肤浅的省会流什么 当然是沽 一定是沽爆它 为什么呢 因为进去 然后你还不穿108元 太天真了 OK 看炮姐 Facebook金融年炮一条片 写得很清楚 说得很明白 昨天下午拍的就是说 有一个四个字 大家做投资投机一定要学的核心重点 逆向思维 什么叫逆向思维 有没有发现八成班的人都不成功 做人做事什么都好 不成功 就是 因为 只是解读表面的讯息 解读不了背后的意义 明白吗 串进来的 我串进来是不是要立刻沽 上次都不是立刻沽 上次前居可教是什么 大夹 上到83元再撒下来的朋友 今天又教训那些 没有学习 不懂事的人 如果你说 昨天我捕捉了 因为这个消息 在申请中 别人说 都没有说已经申请到 没有说申请完 如果你听到我爱的呼唤的话 部署了那只卵 我当然不是推人家那只卵 明白吗 就是说 不是推人家那只卵 但是 但是就是说 那个市场基調 就有一个勇敢的逆向思维 就是世界将你包围 誓死都一起 部署逐游思想 成功将会是属于你们的 恭喜所有有做好仓的粉丝 你今天最高指数 上到24,839点 距离我另一个阻力位 抄低它 一个阻力位 昨天我四条的移动线 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抄低它 我们的期货 要顶得住24,899 这是一个神秘的魔力位置 25,000点是一个核心的阻力 它之前三冲不穿打回来 但是你看到 很有誠意金在 有誠意金在 很淡有角力 究竟鹿死谁 这两个股票 第一阿里巴巴 今天升幅最大蓝筹股 第二 若明新闻 我看到 昨天我和Thomas 在MakerHub 看起来很搞笑 杨过瑜小龙女的比喻 这只股票 它是我们跳到断肠崖 现在就硬看看是否会上升 它最主要的核心概念就是拜登 最重点就是拜登 拜登做什么鬼 他不是美国总统 是没错 拜登是我们的美国总统 一个很老的美国总统 重点是他的民望下跌 已经不得民心了 在这个时候 他当然要搞一些东西出来 挽回民望 例如打击中国 贸易战 贸易战又要舊调重弹 又是搞一些高科技 一会儿又说你侵犯版权 一会儿又说AI技术 其实他们自己都有 但没办法 因为 你昨天有没有看过这个直播 很精醋搞笑 粉丝都说 罗默欧与猪丽业是西兽 永远都不会合牙 永远都不挖对方 表面有些人肯和心不和 就是这些典型 即是口和心不和 永远都不会和 所以大家要知道 贸易战就是战火重弦 战火重弦 战火重弦 动到什么板块 动到一些的 譬如中心、中兴 这些摆明 长期被贸易战火打击的板块 大家要核心去做 知道吗 云人对人 阿里巴巴亚外注采 ADS不与云人未来 家人怪我 就是说 其实昨天阿里巴巴 为什么跌得这么可怜 其中有一个状态 情况就是说 就是说 云人就怕孙正义 就是马云的赞助人 这个粉丝很厉害 为什么赞助人 企划赚9千多元 恭喜你 有没有看 这个退休的粉丝 我记得来 我买电脑又弹电脑 薄荷多彩 然后我说 奥奥奥过隧道 他又懂得很厉害的 这个粉丝 恭喜你赚了9千多元 9千170元 不如你用副枪 我会更加开心 就是说 要知道整个基调和底气 就是说 拜登未来会不停玩东西 怎么玩东西 就是说 不停玩一些贸易手段 打击你中企 待会再加你名单 所以你不要见若明 今天要压下去又上回来 因为很多炒鬼大会在炒 你用一元波段 这位出行的一元走 一元走一元上落 但是你说 投机投资上去去红底股 那我勸喻你 你都去收档 你不要想这件事 因为他已经在贸易战罗马 欧与株酪业的船窝之中 在卷来卷去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 他会是一个转勢 他不是转勢 好像之前的赌股 被人游轮一元 急声急跌急声急跌 就做到这样的情况 分清的走势 所以大家都要知道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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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五九短线目标 其实二三五九都是弱名系的 你炒就真的炒弱名 短炒 二六九炒超短线 炒来炒去 这只弱名康德 他的儿子我就不建议炒了 最好就不要过夜 至少又缩了 阿里巴巴 今天只看这两只足够了 我觉得什么都不用看了 ATM咬得住 阿里巴巴 弱名 其实今早很厉害 一度爆珠 目标五百点 突然转了 就是因为弱名 看到六十八 突然车车十元 差不多 杀到五十九五和八 破坏力很强劲 现在那个淡人在垂死挣扎 究竟咬不咬得住 如果你说咬手乖 金布力压下去 又小心点 但是我看到 好友仍然是力手24700点 这个水平 力手的 指数方面好像破了即市底部 现在已经就是 要小心一点 会不会咬不住呢 你看到今天的弹性 是大了 比昨天是350点的波幅 前日是250点的波幅 这些也是月头的特性 月头就是不要这么单向股变 随时一个浪扣过来 又大波动 会中枝 所以就是重点 早晨 牛太郎 早晨 哈汇 我其实很贊同 Martin昨天的群组 那个状态 就是有个分析 是阿里巴巴很贊同 也都写出了我的思维 其实最主要是学习炮 不是一些什么数字 是学习我的思维 学到思维 其实自然有我的分析能力 自己做个分析都可以 这个太平洋航运 其实有337日的 你这个位置都静静怒怒 其实很多的大型集装商 各方面的价格 已经下跌了一点 我自己觉得 这个走势方面 我觉得不太差 不太差 不过你说热度焦点在这里 我觉得不是 比特币上45,000 大家知道吗 你说爬山策略的 3个8 3个8 可以想一想 这个股份 想一想 吃了一半 即你有2万元的利润 这位粉丝恭喜你 恭喜你 OK 2月底 可以继续继续继续 你问选择 首先要说 你什么位置入 什么位置买 什么行使价 选择 我想大家学习多些 看我的直播 不单止是 听我的基本分析 更加希望你在我们 财经台 学到更多的资讯 记得点赞和订阅 我们赴昌财经台 其权 你讨论 有两边 我讨论 我讨论 39个行使价 全部有的 如果说call 是long call 假设 因为你的资讯很不足够 这个观众 240元 即是评价在哪 在这里 你的call 你有这么多行使价 你这么多行使价 你究竟是哪个行使价 OK 第二 你说这么远 380元call 整个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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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同 所以问这些衍生 跟得我的 给些诚意 寫多些资讯出来 不要做这些飘渺的事 看好看淡 没意思的 我看好看淡 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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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点 如果你不懂夜期 为什么特意开这个节目 就想大家了解 夜期的好处 夜期是5点15分 到凌晨3点 都可以有工具 他比牛熊性优势 晚上突然美国爆鞭 昨晚夜期爆鞭 其实你单边球升到380点 现在最劲还是升到500点 但380点是一个超短线 两个钟爆上去的事 380点乘世期10元 3,888元 乘5的大期 已经是1万9千元的利润 如果你说我不过夜 这个落袋 当然你博多一点 赚多8、2点 见仁见智 吃不吃得薄 OK 就是告诉你 夜期是一个绝对的优势 绝对的优势 去做一个奇权金尾 这位朋友 说完都不记得 就是说你要知道整个走势 整个走势究竟是怎样玩 一定要清楚明白这件事 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很难的状态 明白吗 这个大家想一想 牛泰 问2600可否追牛仔 2600最主要是疫情有波动性 说广州的供应 不太行 你说追牛仔的 不错的思想 这个是不错的思想 你看到它这只核挺好查 它有33架 什么是33架 量化去 一万股 好吗 我们买一万股 即是即使捕捉到这个timing 赚3300元 直到这一刻为止 开市半个钟 3300元 你说我没有这么优秀 我赚一半 都赚到1650元 就是告诉你 其实只要你的标的物很重要 标的物一定要重 你不要买一些 痴痴呆呆坐在一起 例如什么 例如 941 我们的蓝灯笼 升到上顶才来问 匯豐 升到上顶才来问 是不是搞笑 但你们的喜好是这样的 没办法 炮姐明白 所以我都尽用我的能力 去找一些 单边短线大爆声 例如这一类型的阿里巴巴 给你的地铁全方位 天地铺盖式 播这个阿里巴巴 所以来说 它的工具挺好的 有棋货 棋拳 窩论 牛症 单边短线大爆声 工具做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OK 要留意一下 通常2600 3500 整个巴巴巴 叹得挺漂亮 现在这些再追的 水位的 随时会游戏 随时游戏 你冲进去 吃10%或以上大茶饭 我自己觉得 如果你是说 我是很短市的 打算赚1、2毫 那你就不要和人玩这些股票 老实说 我博得这些风险 今天升得5毫半 明天跌得5毫半 明白吗 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有一个滑冰算手 是中国的算手 一个19岁妹妹仔 名字我就忘记了 老实说 他在我的MTF学员群组 有分享给大家 那个影片 他19岁 明明是千锤百年 滑冰 为什么他可以在一个真正的比赛 踏低了两次 是两次 炮姐流冰 当然我不懂得 凌空转圈圈 凡几野的 不懂 你不要估计我 冒低 跟着 爆船陀螺 转三十个圈 做不到 至少我不会连续 怕低 为什么呢 我想跟你说 因为他有很大的压力 压力 压力在 他对自己期望 重望 很多做运动的朋友 特别有时候打拳比赛的朋友 有跟我说 其实控制的压力 是一个运动员 或者是一个炒家 很需要控制的事情 需要学习 控制他的压力 如果不是的话 你的准备再好 你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控制不了自己的压力 你也会有一个失准的表现 当然这个妹妹 我觉得更年轻 但是是可以的 谷爱玲 这位粉丝 退休了 很欣赏你 虽然我跟你素未谋面 但是你真的很薄学多才 而且你很紧贴这个市场 明白吗 就是说 人们说退休了 我只是说 退了而更加休 不是退休了 就不接触世界 不同人接触 是要更加学多些东西 这个疫情 虽然今天有千多单 明白吗 大家都要回家睡觉 但是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机会 学习 除了你要学习投资 学习 減肥 跑姐 现在每天都回家 寒张姐 看着YouTube 丧跳H.I.I.T. 丧同健身教练 就是健身室都不开 我都教练都叫不出来 但是怎么样 我是一个核心的坚持 就是怎么样 跟教练WhatsApp 我有一天吃了什么 拍摄一些东西 就是说你那种 调节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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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你怎样调节到 你的初衛 你的心态 你的出手 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这个是值得去学习的 你不是一个 一步蹬天 谁不知道吃少些东西会瘦 谁不知道要做些运动 怎样吃少些 怎样令到心情良好 不是一个爆炸式的压力 是吧 爆炸式的压力 你来过了 就是说 十一月是我最后一个训练 可能今年应该都开不了 很开心 最后那个月都见过大家 我们有缘再聚 就是说 这个压力是很重要 如果你太压抑的仓位 太压抑的状态 你减肥会爆炸式上升 所以你一个平稳式上升 你一个准备平稳式上升 每天是1% 一年是37倍 反之亦然 所以你把握这个疫情 做好自己各方面 人生、学习、身体 各方面都要做好 不要因为这个疫情 而跌在那里 是绝对不行的 OK 早晨、早晨、Benny早晨 Karina早晨 其实这个就地过年 令到这个内房股 有些84%的销售面积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 整个走势 整个情况 不是太差 所以 大家都要知道 大家都要知道一件事 什么? 看不到炮姐 不是吧 你竟然说看不到我 是否开不了屏幕 这位同学 被你嚇变了 你见到指数仍然咬着高位 24,700点 看看它的诚意 上面抄低它 24899 24899 下面是24608 25,000点 这个不容易打 我想跟大家说 是一个艰苦 之前三公不下 三公不下 三公都打不到走势 这是大家值得去留意的状态 以及情况 究竟怎样搞 三次都打不到 是否不行 这个值得去想一想 但是建立物 这个 想得到的 都做得不错 这个 两个都非常值得大家做 还有美国今年加息 加息多少次 轻质五次 重质七次 这个来说 大家都值得去探讨 究竟是做不做呢 就是有些什么 银行版法教了你煲薑醋 你有资产管理客户都赚很多钱 就是说 有时的投资要一个 果断 没有短的 就是说 你有没有一个吉市 吉市去肯定自己 那吉市是来自什么 你的知识 你的知识 究竟在哪里 例如阿里巴巴这件事 你有没有深入去剁一下 申请 有没有剁下上次的经历 有没有剁下这些情况 没有剁下的 纯粹只听 那你觉得你的进步去到哪里 这个都值得去想想 知道吗 这个金蝶国就是 这个其实我觉得真心一般 是的真心一般 但是我真的很想博 那你博它上20元 再穿泉底17.5元走 这个港女心态 多少钱呢 现在还有多少岁 只有几毫 要炮姐贴100元 然后铁衣币这个钱 铁衣币这个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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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才给回100元 我真的不认识 那就是说做港女 就等于买股票 就是炮姐给100元 希望有1000元的回报 这些是正确的思想 是的 投机更加需要这个思想 你不要觉得赚少少钱 就是你买得弱名的 是的 刚才59元 你买1000股 是的 1000股 4元 即是赚4000元 那摆明我要吃大茶饭 这些高货饭 你不是打算收拾少少 或者买它 你不要玩 一会突然间停牌 那怎么办 明白 即是突然间停牌怎么办 而且这些很多只炒家 所以我觉得他今天 就算你不入场 我觉得你们都很值得看看 其货 看看其权 如何上升 如何下跌 他肯定的跌是超高 我跟你说 因为他急插20% 26% 然后吓到停牌 但你买它有很大的风险 想和大家分享 多少投资投机都是 赚钱自然都知道背后的风险 不要 我最恐怖就是听过一个故事 喂 那只牛红症不知有收回机制 需要60万 我真身亲耳听都奥了 所以无知是绝对可怕 其实你看到他的电话 已经升到一倍 70元那些位置 就是说 这个锅是很厉害的 倍几 2倍 3倍都有 月软 80元就升了3倍 最厉害的那裏升了10倍 87.5倍 所以就是说 这些大癫大肺 你做软价去吐 可以吗 但你说太软价 万一去不到 一缩窩一磨难石 你又输到吐 这个的话 大家就要清楚 知道 还有明白一件事 OK 下一个问题 3 3 2 3 这个中国建材 我的爱股 10元到11元的水位 又滚上去 最主要是中国要谷GDP 全世界都不行了 要谷GDP 要堂堂大国 不是跟美国打中美贸易战 原来你们美国又通胀又滞胀 很不行 中国硬硬押得住 好像香港都淪陷了 还是好似顶得住 上11元 11至11个半 这是大起大跌的波动性 超级大起大跌 大波浪 心脏有些问题 承受不了 就不要买这些股份 吃得咸鱼抵得鱼 不要跟我说 我要赚20% 但我吃得2% 回補 这些不 reasonable 这一只江西彤说了 他一不上 一上就净化癫 下一个助力14.1 14.1 够僵就现在买 如果穿13元 我就走 但这只很癫 因为癫1元是很正常的 14.1 下一步15 穿13走 这只买他的铝价 那个铝价是多年来的新高 伦敦期内2008年的新高 其实这些贵金属 资源板块都是狂升 除了一些地缘政治风险 乌克兰 其实乌克兰 俄罗斯丹 最大的就是天然气 因为出产大国 油就弄了它 但我经常说 油都升到九年高位 你现在再拼 会不会大胆了一点 我觉得拼的 都是Bitcoin 300元拼 不是4.5元才是拼 拼得其所 拼得有value 拼得有价值 才可以的 不是说 就是一个单边上 下一个 万科企业 今天内地房地产股 都升得很漂亮 升得很漂亮 这只还行的 一拼就拼到龙湖 我觉得相对地 这么多只内房 它是比较英俊 而且符合三条红线 龙湖和中国可爱发展 唯一两只 勉强 是很勉强看得上眼的股份 欠钱的情况 各方面都相对好一点 龙湖和中国可爱发展 相对地好一点 但我觉得 不是一个绝对性的走势 但你说 我买的一定会买龙头 我不会买这些小小的那些 但你说 又怕它突然间炸下来 又限房 限购又限家 你知道做什么都限到 那我就会选择 整个板块放弃 算了 明白了 所以来说 2020年我不选择 选择960和688 两只给你参考 究竟它会不会再上一些 看不见到 指数都咬得好死 24700 都咬得好死 再看一看 始终今天的ATM 那些咬得挺漂亮 是死咬着的 内银都合作 那只汇丰都叫撑得下 我就是说 刚才说 只要齐心500点不是梦 但是 今天最大的障碍力 在弱名 你看它多搞笑 刚才升上去 现在又车回来了 今天这些很多大户 炒家 在狂炒这些东西 所以 它好像海盗船 飘来飘去 飘来飘去 是绝对正常的 这是绝对投机的股份 还有你怕它突然间 按制停牌 一会又说要赶数 你知道 其实这些 这些股份 就好像一些男女朋友 赶数 一会又说 我要和你分手 突然间很爱你 你知道很流行 其实根本就是这样的状态 所以如果来说 你当它是一个投资 去找它 就很麻烦 你不知道 突然间又分手 突然间又和好 又分又和 究竟你分还是和 不知道 只能够是一个炒格式的形式 去对付它 和你的炒工都很需要去剁磨 如果你说很害怕 成得起这个风险 就不要和人炒这些股份 你见到它 今天 Gap up 都是使用 看到会否借这些派货 我觉得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因为它的大股东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瘋狂配股 是狂批股 最后要分享一下 今天3点钟 在市场文仔的直播 大家去看看 批股 批股 就是要钱不要货 100元的 要钱不要货 大股东 是不是应该知道 多一点的资讯 给我和你 是不是 空军长期部署 这两个都是最大的灰犀牛 最大的灰犀牛 就是要钱不要货 老闆都要钱不要货 是不是有些东西不行 可能他看到 中美貿易战这个惯 很欢迎你 Kelvinson 很优秀的同学 每天都拿钱 亦都期待 看到另一个同学 明天上来找我 就是说 大家要知道 现在的底气 若明今天很不稳定 如果指数再上 麻烦你再夹上去 但是他突然间又 整个板块跳扭机 我不排除 他突然间发癫 升10% 不出奇 上落10% 我觉得是很狠 昨天一跌两成多 总之你要听我说 你之前不要 100多元 突然坐货 什么100元坐100元 不如不要买 买这么少 要是你博方向 又不要博这些 九五八八的东西 博要博得其所 知道吗 记得 把你的timing You are everything 3点钟的市场问集 再见 拜拜